《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 《尖前故後》 我們現在這一刻在哪裏 我們現在在直播室 天后 暫在大院前世心寒寒 世甚麼鬼心 你為何無故唱起這首歌 現在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但問題現在這一刻外面好像 雷暴警告 現證生效 即是我們這一刻從雷暴警告出發 是呀 但我們不是本身是互愛的 是呀 發生甚麼事 好解釋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剛才你唱的所有歌都有隱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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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整天都抽了去水 即是 即是這樣 本來今天我們 會 原本是打算去 我們 和 旅遊業界 旅遊業界 旅遊界 旅遊業界 就是去發卻一個遊行 但 真的沒有辦法 即是沒有辦法 實在生意太好 這一期 實在如果大家出到去哪裡 可能去到尖沙咀 可能去到王竹坑海洋公園 大家發覺實在通街旅遊巴 即是這樣 證明了一件事 香港的旅遊業是很輕旺的 這個六大產業 或曾任權誠說唯一一個產業 現在叫做香港人最易感受到的虛狠 其實就是這個旅遊業 其實旅遊業來說 我不算特首說怎樣加強法治 但旅遊業來說 差不多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來說 至差不多四十年前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不過搞到今時今日 聽說都可以說有些 可不可以說一沉不起 還是有很多膠的問題呢 其實只不過在當中有些害群之馬 說真話說 做了一些事情 經常想著一隻葛和青 一鋪就清袋 簡單說你殺了隻羊 他一夜殺了隻沒有羊 接著哪裏還有羊肉你吃呢 他還要生羊仔 對不對 更加大的問題就是 還有五歲月 這個版面很明顯知道 令我是世界吃羊人組織的霸起人 這些叫高登自爆幫你不到 其實問題核心在於 香港的旅遊業 旅遊業 你本身是很靠政府一些政策 一些規劃去執行和宣傳推過 坦白有頭髮哪裏想做辣 如果真正正常常地去進行一個接待 一班遊客幾天的工作 賺得到大錢 怎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不過這樣 其實也要說回 因為實在 剛才說到旅遊業會那麼輕昂 那麼爆的時候 尤其是五月今年真的很爆 是啊 我們甚至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落區巡街 影片 尖罵同仁愛落區 真的不是只有十九同仁 所以我們看到就說很爆 其實也說回 就是因為太爆 公司不是不想出來的 問題就是會爆了沒有車 那些車要去接待旅客 要不然旅遊巴 你做什麼旅遊巴的目的 接待遊客 等於我們經常說公共巴士英文 國拉丁文叫什麼 Omi Bus 是服務大眾的汽車 當然是先服務人為先 沒錯 但是不要以為 今次我們現在暫時 將這個行動叫做押後 我們不再留意旅遊巴的事 不好意思 反過來我們會更加多時間 去留意這件事 其實應該這樣說 就是整個關於 可能還有很多朋友 未必明白得到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我簡單解釋一下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其實我們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了 人們說 你現在才來出聲 其實我們真的遲了出聲 那倒是 因為為了要拆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而準備去建了一個新的巴士總站 尖東摩地道巴士總站 其實已經建好了 沒錯 政府要拆就真的隨時可以拆的 不用理會大家 不用理會我們 即是隨時要跟隨他們的程序 是的 有沒有環評報告 不知道 2002年提出這個計劃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做環評 喂喂喂 你會不會去司法覆核他 這件事 又追求他 追求他 即是這樣 這些那麼挑戰 這個妨礙發展的事 不要說妨礙發展 內地有兩份環評報告 搞到高鐵也要停 有兩條高鐵線要停工 如果說回來 新的總站就出現了 舊的總站如果要保留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 空字 新的這個就會空出來 空字有什麼好用 什麼 打羽毛球 你沒有看 將軍澳的東西 將軍澳的東西 挺好的 但實際上不可以這樣做 將軍澳采明村 彩明園的巴士中站 被人拿來打羽毛球 被人拿來吃 那又怎樣 浪費了 又被人插 當然 我們當然不可以 被政府整天建了東西 浪費了不用 但用也可以有很多用途 不是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九龍巴士 還有乘巴、新巴 還有大魚沙巴士 還有一個非專利的旅遊巴 好了 問題在於 既然政府說要拆巴士總站 是旅遊業的目的 發展旅遊業的目的 沒錯 我們不如去看看 有沒有其他旅遊業的東西 可以用來解決了 摩地道巴士總站 其實這件事 我們一直啟動一個提議 不如放旅遊巴 但是 說真的 雖然我們今天叫做 暫時 效益這個活動 但是 其實我們到區道 真的去一些停車場 或者叫做維帕黑點 這樣的地方 各區的不止尖沙咀 其實我們有去灣仔 不怕說了 去灣仔、九龍城 其實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下區才知道 中間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我們可以稍後再找一集 再找一集 我們要捉誰上來呢 那些厲害 當然是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之外 還有一個一定要捉的 誰 我們的柴文漢先生 你下灣仔去了九龍城 我們一起去尖沙咀 柴文漢他們去了香港仔 填灣那一頭 他們又去下區 他們都跟我們說 都是不得了整個情況 證明了一件事 其實我們不是說 每次要罵政府 反過來想法 這次我們去做這份研究 其實是想幫政府解決一些問題 因為實在旅遊業 這個對香港也很重要 這個經濟來源 但是如果不做得好的 往後來人家來一次 玩得不開心 誰還會再來香港玩呢 但是問題在於 如果以政府的思維 遊客來只需要做一件事 計算是S兩筒 沒有 嘟 嘟你的頭 整天 以所謂政府官員的鐵膠思維 就覺得有些遊客 就搞定了 況且政府本身 都對八達通有一個很大的宣傳 但實際上來講 所謂將心比己 以心為心 是不是真的這樣就搞定呢 因為其實有自由恨 這些即是叫自由恨 大家經常說 大陸下來的甚麼都叫自由恨 其實是搞錯的 團那些不應該叫自由恨 那些是團 只不過他用了簽證類別 是啊 但其實真真正的自由恨 是哪些 即是下來買奶粉 跟我們搶奶粉 搶牙膏那些 所謂的 即是有些人又用蚊蟲的訣章來形容 我覺得其實不應該這樣叫別人 畢竟第一都是下 第二有頭髮 誰想做辣泥 上面的東西上得過 就不用腹到下來 未搬過嗎 即是有這樣說 如果不是下來搶的話 就隨時尋釁之事 誰搞 好了 我們越講越遠了 我們都解釋到了 為甚麼我們 跟著 一個 保育項目 會搞到變成 好像 尖沙水區 尖沙水區 假的假的 搞到全港的旅遊巴 你走出街已經看到 都插了一個車頭牌在那裡 真是很嚴重 其實最主要是回來 如果是能夠將摩地道 雕空的問題去解決 我們爭取保留尖馬 巴士總站的機會是否會怎樣 大一點 大一點 不過還有一件事 說到旅遊巴 說了那麼久 其實報紙 其實都不是很多在跟 反正我記得德明報跟了 星期四發生了一件事 你說上個星期四 剛剛這個星期四 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其實一直都大家知道 我們跟進一個 旅遊巴司機 避控襲警的案件 避控襲警的案件 有了一個裁決 上次說了定罪 但是那時還未判刑期 但是第一天 官定了有罪的時候 判了他進去 坐了14天 坐了14天 發生了甚麼事 剛剛過了星期四 作出了判刑 九龍城裁判法院 對那位旅遊巴司機 判署16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但是在宣讀判詞的過程裏面 他指出大約的意思 收了你14天 甚麼都夠了 算了 這樣說 我們只可以說一件事 叫做一件不幸事件的大幸 其實說真句 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 要走進去機留所 進去14天也不太受 坦白我也不怕爆發這件事 當時其實他們的家人 有一刻說要判了進去14天 看見他們的心很亂 接著就問 裡面到底是怎樣的 大家還沒坐過 對呀 不知道裡面發生甚麼事 看那麼多黑肉團長歌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裡面有甚麼可以供應 不知道 其實很幸運 不知道叫不好 好不幸 不幸運之中是幸運 我們也問到一些朋友 幫到手 值這個機會 我們很感謝那些朋友的幫忙 令到那些家屬後來 清晨的事情 都安心很多 安心很多 還有 總算那14天都捱過了 平安地回來 但是 對於裁決當日 裁判官是要將他還押14天 這件事 可以這麼說 我們是不是有少許遺憾的了 這件事 但是當事人和代表他的李祖兒大律師 已經在早前已經表明 會就裁決作出上訴 我們對案件不方便再說太多了 是的 總之都是那一句 人平安武士出來了 最重要這件事 但是整件事背後的起因 我們說了很多很久 N次了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尖沙咀 不夠旅遊巴拍位 不夠這個合法上落客地點的問題而導致 甚至乎更加可以去說 不排除一些執法人員 或者執法部門的一些手法問題 具體我們真的不說太多了 今天講講其他事情 輕鬆一點 好了 除了星期四 一個旅遊巴司機 他個案件作出裁決 這個星期 九巴加元假 五十六號大家 八大通又快要入錢 很慘的一件事 尤其是剛好住新界的朋友 我想很深感受 原來加刀加得很厲害 我沙田出九龍 加了三毛錢每條錢 五十六號 我在新界那邊出來 加了六號錢 二十元那麼小 真可憐 真是真可憐 果然是張二十元 真是張二十元 好了 大家嫁完 不僅僅 還有一些 更加之過分 我們看看今天 《蘋果日報》 說什麼呢 何達文表示 加價後 每年車費收入 只是增加了兩億 但是今年的燃油開支 比去年增加了五億 如果油價繼續持續高企 巴士任務將會入不夫之 至於九巴會否再申請加價呢 加價是最後手段 他說380條路線當中佔了六成 即有二百條是蝕錢 喂 蝕錢也賺兩個億 即是如果剩下的蝕錢 我現在說其中一件事 路線重組 你看到後面說 是的 路線重組 那即是從什麼組 其實不就是剩下的蝕錢 路線他們所說的 但是如果今天看東方日報的話 38號收車收出禍 他說現在是最後手段 他說現在 不要說收車 先 現在的投訴只是說什麼呢 班車也上不了 脫班 班怎樣 所謂有個術語叫頂閘 頂閘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站到車頭 司機位側邊 大袋風玻璃 都站都是人的 是的 好了 那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你又要重組 你又說要油價什麼什麼 剛剛才加完 算怎樣呢 這些就是大家想想一下到底今時今日 這間巴士公司還是以什麼做一個原則去做事 以前經常服務是日日進步 現在 我真的等車有時候等到火滾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資料其實大家可以在運輸署的網站是會找到的 那是什麼資料呢 就是說九巴車隊的規模 你看回近這十年 升跌就會知道到底什麼事 其實你會是好看到 九巴車隊的規模 由高峰期接近4200輛車 跌到現在只剩下3700多輛車 嘩 不見了500輛車 在那邊 問題是什麼 最主要來說就是 那個關鍵在於 服務脫班和車隊規模收窄了 會不會有關係呢 而九巴車隊為何那個規模會被收縮呢 還有就是說 為何就說 一直在這段時間 都會有這麼多的投訴 是說巴士脫班 在上個星期交支會 又是公佈過一件事 關於九巴的服務投訴數字 是增加了一定的比率 我忘了 很對不起 完全忘了 完全忘了 完全忘了多少數字 是真的 那個情況 我都要去找回 但是就說 一直上升了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這個涉及到政府的政策 可能我們 晚一點再說 但是接著問題 我們看回九巴 他說 有什麼 接下來又說 重組路線 又說 受多條新的鐵路服務影響 客人一直減少 那 即是怎樣 那就是很簡單的 收入就少了 但是其實 同一時間 但是有些營運成本 其實是不會變成 例如寫時樓的數字 是不會怎樣變成的 其實這就是經濟規模的東西 你不去到一個頂點 不是都是頂不順的 他都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加 不需要減少 成本都是這麼多 但是問題是說 他除了去做這些控制之外 他還說有一樣東西 電容巴士 喂 搞什麼 無端端又要玩這個電動巴士 其實這個報紙應該寫錯 不是叫電動 而是電容 超級電容巴士 電容 電容和電動是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主要的電動 電動是形容那輛車的驅動模式 所謂用了哪一種的能源模式 來驅動 電容本身是一種電力的設備 它是一個儲存裝置 但是 九巴的報紙說 九巴的研究引入電動巴士 為了目的是什麼 拆散燃油城門 減輕燃油成本 各報紙還說 較早前測試的電容巴士 現時和內地生產商商商討價錢 說國貨會不會爆炸 是的 希望不會比現行巴士會貴 但是預計會購買10部 最快明年年底 就會在市區路線行走 預計主要會行走一些繁忙的路線 讓巴士有足夠時間充電 真是很奇怪 整件東西好不銹亂 我覺得可能是否一個記者 根本上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寫到有點亂 問題是到底電動巴士 這一類以電力驅動巴士 適不適合香港路面呢 甚至乎這十部車 打算買這十部車會不會對九巴的營運 構成一些問題和困難 甚至乎會走市區路線一計 會不會對市民乘車有什麼影響呢 這件事其實我們早前也是上到上海那邊 做了一個實地考察 因為上海其實正在走這一類車 我們稍後過了這個休息時間 回到後我們就跳出香港了 黃宣曼在這裡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找黃宣曼上來 你待會兒又雞丁不斷了 好像一會兒就不用說話了 好啦 你找了一些女神級 真的想怎樣 好啦 不說那麼多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跳出香港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剛剛我上了一輛11號的巴士 這個不是這麼多巴士 我還以為是超級電腦巴士 我本身這條線是應該走無貴電車的 但這一號不是最798號的超級電腦車 其實是上一代 這條線是50漂亮的 你不能太多巴士 你能把它看一聲 你不能太多巴士 我可以做到這條線 我看到了 你會看一隻 我看到一隻 它 ذ勁 你覺得掛了 金錢 剛剛都看見了 還是那麼多巴士 剛才好 看我看到 雙ased 大南門 到南 請配合請後門下車 開門請登記 Wear Room 駕駛 大南門 11 路公交車 方向五 六 西門 後樓 這個車廂用車後面就像Toybox 一樣 無謂的車尾有條梯 但車尾沒有密封 在公司的車身上 現在的電動車採號上 其實和普通巴士的故意大部分 因為它有間站屏下差一點 所以這間場給了車了一些 對面的這個就是剛剛一個 那些超級電動車的採號地 有一個巴士站 員在這間車站 但到現在11號 是在採號電站 上面 其實客人這輛車已經上完了 但停下的時候會差一點 所以停下了 我們看到上面還有一些冷 除了這個風氣之外 還有一些冷 但原本仍然有個號碟 是有偽亂車 但雖然沒有偽亂車 現在還用了電動車 所以暫時沒有了 我看不見 似乎停下了多久 應該就下架了 開了車 現在正在坐著 現在正在坐著 新的電動車 現在正在坐著 其實營職是等於 980近那部 正在等下出發 至少多的電動車 至少都是最新的 楣端 最新的電動車 最新的電動車 是指定的 好像在匹立是在延伽 那 pleasure 看不清楚 和 za 你自己安排好多久 你自己安排好多久 字幕提供 是翻牆到上海 其實那個應該叫做 那他做了什麼呢 其實九巴在去年年底 就說來了一部超級變容巴士 在美孚荔枝國廠那一路試車 其實Leslie 你搭過的這兩種車 跟九巴來到香港那一部會不會一樣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過剛才影片前半段說那一部是舊的 其實在細博之前已經在做這個試驗 預備去細博的時候要做後來那批 亦都是香港那款的低地台版 因為他要先做一些測試 即是在走車的時候看到 你搭這個11號巴士 不是走的11號巴士 那個叫上海3號 講條路線11號 11號聲音都 就這樣的 其實你看到剛才那個情景 11號兩款都有 新的有九的有 新的反而是很尖很吵 等於九巴在用那一隻 如果你坐在內櫳那些很高頻的聲音 其實你聽到會很吵 其實那些是甚麼聲音 你知道嗎 那些摩打發電的時候摩擦聲 其實這些不是摩打的摩擦聲 而是一些類似電頻的聲音 這類高效能的電機零件來說 無可避免 但問題是說 我覺得聲音 veces少講得多 白的說不是爛到義塞 聽音樂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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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迫迫了之后 1分20秒要充电 不如先看看地图 11号走线就是这样 沿着一个环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上海 又要推介一下 值得去试 路线11号就叫环线 Lorsiman就是Lorsiman 5点至23点之后 早上5点至晚上的11点 其实都经过围着这个圈 围着一个老城墙走 其实这个圈里面的位置 大家看到就是未做过租界 外围全部都做过租界 所以里面也保存了很多 舊上海风貌的东西 我看这张照片 我看这张地图 有一个位置令我想起一件事 想起什么呢 我们看回那张地图 在这个右下角 这个中华路那里 这个转角位 令我想起一个情景 什么情景呢 令我想起这个 这个色界里面 有一个摄影 游某车车 在刚刚的路口转弯 其实这条线本身 11号是用毛车车的 因为后来 就是车都够期了 替換剛好就是細博那批車 它用完之後就會搬過來用 因為其實你如果到細博原區還可以看到剛才那些龍門架 我們再去一張照片 這一條就是另一條 也是在用這支超級用車 這條線比較特別一點 它比較遠一點 並不是圍圍走的 它是在紅橋那邊的 在老西門附近 總站我記得是附近的地方 去到紅橋那邊 都很遠 但它就會經過到比較旺的地區 淮河中路 淮河中路也很長 經過得比較沒有那麼旺的一段 剛才那張照片繼續去 要解釋些東西給大家 大家看不看巴士上面有一個頂部 有隻東西伸上去龍門架路嗎 這個在巴士車頂有一塊黑色很大塊的 這個伸上去其實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雜電弓 其實就好像電車 或者輕鐵 地鐵那些諸如此類 你看到車頂有一個架在那裡 碰著電纜 不如我們靠近一點 有一張照片 我們有看一張電纜 其實就是說它的雜電弓就這樣吸上去 然後巴士就要對正 跟著就新枝椰上去 就去充電纜 就是在這個過程 但問題就是 充電都要時間的 你就算一部電話 你一部電話 起碼都什麼 一個小時 起碼一個小時 或者幾個小時 正常一個小時 不是幾十年前 好了 剛才看到了 一個巴士關門都還未開得 一分二十秒停在那裡 一分二十秒 好了 我們看一張報紙 報紙上他剛才在說什麼 所謂有圖有真相 他說 預計就希望將這些巴士 最快明年年底部分市區路線行走 預計主要會行走一些繁忙時間的特別路線 好了 每次埋站一分二十秒 如果想完客人不走 後面那些就頂住 所以捉完各位 準備多些時間 在這個交通上面 好好享受一下這個環保的交通工具 哇 真的 巴士的優勢都沒有了 巴士的優勢就是埋站 如果沒有客人上落 直接飛站都沒有問題 現在以後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我真的很懷念中華巴士 突然之間 這個我就不懂得說了 我們找一下中巴魚業上來 有機會就 好了 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在繁忙時間 繁忙的道路裡面 都要每一次埋站 花上這樣的時間去充電 怎麼辦呢 好了 更加之重要的就是 引申一個問題 剛才說過 美其明地是希望透過 採用這些電能巴士去減輕燃油成本的壓力 但問題是 低壓力怎麼辦 現在我第一件事想到 是的 就是說 是不是收車趕客環不救 電車阻路 癱瘓交通 拭目以待 又不同 要公道一點說 我們香港港島那邊有電車 但為什麼電車不會造成一個制式 因為它有專用度 但是香港現在找到巴士專線 如果可以這樣做 巴士專線現在是公路上才有機會有的 你在市區找不到市區的道路 可能做一件事 回復八十年代 只是給上海街做了巴士專線 是的 那就可以玩了 可能這件事是BRT 可以玩 但是BRT這麼龐大的基建工程 就知道這個 唉 不懂得說了 但是總之呢 就說 這些車 合不合香港使用 應該這麼說 合不合香港的市區使用 又或者是說 就算是 真的整個香港去用 合不合用 交區 都有這麼可能 但是交區又有一個問題 Leslie 什麼問題呢 上山下山 這件事 Jacky那個擔心 我就相對來說 我沒有這麼擔心的 因為其實到今時今日 你這些車全部要去 即是出到牌 都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都要經過一定的測試 我就對各貨 不會完全沒有信心 也都很坦白說 不是賣廣告 剛才大家再看一張照片 其實這艘巴士 既然世博都在試在上海做 其實也有歐洲的技術過去的 他的車廠其實是 很多他的資源 都是在歐洲那邊去拿到的技術 這些研究 我真的說真的 我就不是很擔心 那樣說等於西瓜會爆炸 事件發生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再看一張照片 看到上面有 剛才說這條線是無鬼電車 現在這些無鬼電車的電纜 已經可以收拾走 其實也有好處 將來這些電纜 有機會收拾走 就會變成 visual pollution 低了 對於整個城市 因為那些電纜始終是一個視覺上的污染 其實我會的感覺就是 那個方向就是 如果你放在市區 我們九龍本身是沒有 一些這樣的電纜的時候 其實你再加一些龍門架 反而會調轉了 那些充電器 大變工 就會影響到那個時候的景觀 但是如果你說新發展區 反而是甚麼都沒有的時候 原來它也可以相對來說 如果那個地區的人 是想要一個清新的空氣的 沒有那麼多大型重型車的排放 其實如果用這一類的 叫做電容車 或者電動巴士 其實我反而覺得 就可以考慮 但是如果彌敦道 搞這樣的車 我不敢想像會失去怎樣 就好像上個星期 就是一個遊行 又說別人的遊行是甚麼呢 我們不是說過 就是18號那晚 就是這個叫做單車 Ride of Silence 那個遊行 已經足夠令到 整個佔沙咀區 所有幾條大的主幹路 是坦滿的 如果一有這樣的活動 你知香港是一個遊行城市 喂 死火了 停了在那裡 那些車不夠電 中途怎麼辦 如果那些電動巴士 剛剛走到那麼多 突然之間就差一點 你知道 剛才你搭巴士 那條片都沒有什麼人坐 不算很多人 其實剛剛你看過那段 不多人 是的 但是香港如果你說 來敦道的路線 有多好會不會爆 不是 我想想一下 香港人 看到輪椅 上巴士 要搞多一分幾鐘 已經內心 一聲 不要老闆 那些 直接已經爆粗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很不對 但是你想想一下 那那個真的有人在上 有人在上 有些需要 但問題現在 產生的需要 不是因為有乘客要上下車 而是要 然後感覺到浪費時間 好 到底 合不合香港使用 就很簡單講 那句 四個字 拭目以待 但是講那麼多加價 這期 講到口臭 但是又來了一個加價 可能去將報紙看看 我們又 昨天的蘋果日報 都不是啊 加價 免費搭電車小輪 其實到底什麼事先 下個月9日 就是這個 中華 是不是中華總商會 應該叫做 總商會那邊 他們就有一個 慶祝他們這個會慶 就得到這個天星小輪 還有這個 電車 就有些賺了 有15架的電車 上了這個 總商會150周年的 這個廣告 大家就可以到時候 6月9日那天 就免費坐 那麼天星小輪 就簡直 當天是完全免費 嗯 那就慶祝了 但是其實 大家看這篇報道 為什麼我跟加價有關呢 其實如果你看看另一份報紙 東方日報 其實是問到 有說到加價的 天星那對 天星又說要加價 有壓力 未解決 但是 為什麼又會有加價呢 天星去說 去年加完加價 剛剛 九八九剛剛加完價 這麼快又放風加價 喂 喂 真是 因為天星的解釋 也是說 就是和油價方面 會有一些的 關係 以及最低工資 也有說到 其實 最低工資也有一定的 因為他就說 保安和清潔內管工 都是全部加了薪 嗯 如果 以這個邏輯來說 其實天星都不是一個良心僱主 就是要立法才 但是 又再引申出來 就是 天星現在的經營 只剩下尖沙咀碼頭 尖沙咀往中環 尖沙咀往灣仔 對嗎 還有計算遊覽船 對 為港遊 天星為港遊 好 問題就是 天星也提出一個要點 就是 它那個 加價 其中提出一個要點 就是 政府 對小輪經營的補貼 只限於港外線 即是去離島 去梅窩 長洲 平洲 才有補貼 因為 港外線 現在政府的定位 就是一個非必要性 港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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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非必要的一個 即是你倒閉 我都沒有所謂 那一種 即是 我看看 什麼時候政府以待到巴士 全香港都是鐵路的時候 巴士就是 我看過 有一張 我真的想起那張圖 連這個東平洲 分樓都有鐵路站 為何說豪大橋 不建立鐵路 順便 我們去北京 買一買廖東 我其實真的覺得 有點奇怪 這件事 是的 那問題就是 港外線 沒錯 基本去看 是一個非必要的 交通服務 所以有隧道 有鐵路 是不是 真是坦白說 可以不用回答 但是問題 我們之前的節目 也有講過 現在隧道 塞爆 港鐵 塞爆 難道又再繼續 建多幾條管道 被人過海 為何不去運用水面 用渡海蕭雷去被人過海 潛水艇也可以 你說一下 我會想到 說笑而已 這個 怎麼可能做潛水艇 其實在水面已經做到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渡輪 搞一下 撿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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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這個 香港聯合交易所 上市編號66號的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最大持股量的股東 是這個 財政司司長法團 持股量超過75.26% 也就是說 香港政府 就是 港鐵的大股東 引申出來 會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是 自己拿包 錢的放下去 更加吊詭的 就是說 根據這個 香港聯合交所 上市公司編號第66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 公司章程裡面 是 董事會章程裡面 寫明 就是 公司裡面的 政府代表 他必須要以 公司及股東利益 作為行事的 作為行事基礎 大哥 有什麼理由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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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為何大家沒有傳達呢 為何 所以為何 九巴的車隊 由4100部 被收縮到3700多部 被收縮到3700多部 給大家想 這件事 就是這樣 其實說到加價 那件事 天星是去年1月1日加減價之後 到今天都未正式和政府去遞任何加價的申請 但是 剛才都說過 因為經營成本 上漲 全年每市700萬 所以才說 不排除申請加價 但亦都想 為何政府 不肯去 再做一些補貼 到今次 只是碼頭 維修 那些什麼 那麼簡單的 大哥 那裡花得你多少錢 有一件事 很簡單 都是在說那一句 香港的地產市場 就有一個 除了發水樓之外 除了窗台之外 還有一件事非常出名的 什麼 無敵海景 3萬元一呎 你不是打算在尖馬上 起一幢屏風樓嗎 談話幫人不肯過來 這個問題 我們留給政府公員自己想好 但問題是 通常 碼頭附近 你看回那個城市規劃的指引 碼頭附近 通常都是怎樣 怎樣 不可以建樓 現在甚至到 你看到 叫做現在我們新的地方 樓要建這麼高 為什麼建這麼高 其中一個原因 好像九龍城碼頭 是因為機場搬走了 但是你以前 都是不准建這麼高的樓 有的 即是一件事 如果是說 接下來天星會不會怎樣加價 真的不知道 九巴會不會加完再加 都不知道 但是天星已經說明 沒有了尖沙咀馬頭巴士總站 就是 客量一定會下跌 之前他一直說過 一定會下跌 這件事 即是這樣搞下去 即是大家 如果還是珍惜天星 麻煩 想想 真是用行動 去搭多些天星 令到他 起碼 即是叫做 你給港鐵賺少一程 其實就已經是幫了天星 很簡單 就是說 金鐘至尖沙咀 八達通就要八個多了 我這裡已經加到 因為我刮完也不看 但是金鐘又是中環去尖沙咀 下層收費 兩個多 半 假日才三元 不是上層來的 三元你搞錯了 總之 就算我搞錯也不要緊 起碼一件事 一來一回 你給少五元一個人 想想它 不是這樣看 而是例如我們住沙田 或者新界的人 乘火車 乘西鐵 你要過海 如果你去中環去灣仔 你哪個人在這裡 一定要去乘地鐵 想想 在尖東站落 甚至如果紅磡 有些不強 現在又要轉多次車 但是又給那麼多一個站 紅磡 慢慢沿著海皮走過去 不趕時間的話 走去坐天星 你計算一條數 一定總車費 你這樣下車去轉 都比你便宜 很舒服 一次過去坐這個 我們這個暴行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抗議港鐵霸權 我沒有辦法不用你 有些地方 但是當我有機會不用你 還可以省到車費 也有一個遊閒一點的享受 看著海 為什麼 其實怎樣說都好 最重要的 講起鐵路 才方便的思維 其實應該放開 講起鐵路 現在只剩下一分鐘 時間30秒 講多一件事 現在如果大家 在觀塘的時候 拿到地鐵站 又在抗議中 抗議階段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都收不到封 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公共服務 應該是 以市民為本 不是以賺錢為最先 有最先的基礎 都不說那麼多了 接下來 我們還會有什麼行動 留意著我們 今天就這樣 拜拜 我們再 Below 當然 也要 TODAY 本音樂 都不用擁有一首 大器 就能夠 我